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这两天家住南京建业区莲花新城的一对老夫妻经常扮演三更的时候 听到有人敲门 透过猫眼往门外看 对方却用手遮脸十分的恐怖 这个老夫妻二人胆战心惊的过了好几天这样的日子之后 只好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报警 继续新闻调查 昨晚八点钟建业区莲花新城北院的住户们突然听到 住在该小区三幢的一位老年人在朝楼下大喊救命 老人称家中失火需要救援 临着连忙报警 附近110民警和消防队员很快赶到 冲上楼准备救人灭火 但是队员们冲到楼上一看 哪里有火呀 喊救火的老人家中平安无事 难道是老人闲着无聊在家玩狼来了 细心的民警发现 2003世的这两位老人神情紧张 目露惊恐 拉住民警诉说半夜闹鬼的事件 老人说刚开始对方只是敲门但是不说话 从猫眼里往外看连人影都看不到 但这两天敲门的人开始说话了 问他们要钱 几天折磨下来 二位老人连大门都不敢迈出一步 由于二位老人不懂得怎么打电话报警 又不敢出门求助 只好向楼下大喊救火 也引起大家的注意 民警对老人报假警的行为也表示了理解 由于这幢居民楼里 电梯的监控已经损坏 暂时无法查出半夜要钱的到底是何人 不过民警表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 记者从物业公司处了解到 这两位老人并非这套房子的房主 而是租客在此居住 这些半夜上门讨债的 极有可能针对的是真正的房主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